众生不是来逆加持我 就是来支持我 不管是逆加持 或者是来支持的 都应该要感谢 要带走一种感恩的心 那么同时 也很悲悯 悲悯众生 为什么悲悯众生呢 因为他们 这个虽然很愚直 不够聪明 没有办法认清 这个真理的方向 但是他们愚直的 也很可爱 愚直也是一种可爱 他们执着于 那个物质 那么执着于感情 事实上 这个也是一种可爱的地方 所以产生一种悲悯的那种心出来 那么对于这个所有的人 也是有一种情谊 一种感情 对所有的人 都产生一种感情出来 那种感情 虽然是一种很执着的 或者是属于情感的某一部分的 那么也觉得 这样子的感情 也是很珍贵的 所以人跟人之间 很奇怪的 很复杂的 它本身来讲起来 当然也有很多的因果 因缘 因果 通通通都存在这里面 这个错综复杂 造成了一个人的一种社会 一个世界 像我们这个 真佛中的这个团体 事实上也是很错综复杂的 弟子之间呢 跟弟子之间 跟师尊之间 也都是错综复杂的 种种的眼 但是我就是第一个 我很感激 这个所有的人 我也很悲悯 这个所有的人 我也是一样的 这个珍惜 所有弟子 跟师尊之间的一种 感情的一种眼 我也是很珍惜 所以我能够这个 不想这个 回到天上界 也不回 不想回到这个 西方极乐世界 宁可在这个 沙坡世界这样子 一生一世 多生多世的这样子流浪 在沙坡世界里面流浪 这样子的徘徊 跟不愿意离开 沙坡世界 大概基于这个 人跟人之间的 一种珍惜的 一种感情 才会使我这个生生世世 好像都要度众生 就是这一点 这个虽然看起来是一种麻烦 但事实上 也是你自己喜欢 就是这几点而已 对人 有感情 对众生 有珍惜 有爱 对人 有悲悯 对人 有感激 基于这些因素 所以就留在 沙坡世界 其实我是可以走的 其实我是可以 挣脱一切 这些这个因素 我就可以很快的 我就可以回去 但是你在人间里面 有这些因素 我又珍惜这些因素 那就会留下来 也就变成 生生世世 在沙坡 这个 在人之间 这个流浪 这也是我喜欢 那么可以讲 是 我迷人 也是你迷我 人迷我 也是我迷人 就变成 我迷了 人 那么人也迷了我 就是这样子的因缘 综合起来 错综复杂的综合起来 就变成 生生世世 度众生 那么谈人 本来还可以谈很多 在我的哲学思想里面 我对于人本身的研究 非常的透彻 我可以整整写一本书 完全都是谈人的 完全就不谈别的 我们就来谈这个人就好了 但是我不能这样子 一直继续跟大家谈这个人字 一直谈下去的话 这个颜洁经就不能讲 所以今天谈人 就谈到这里为止 那今天我们再来谈颜洁经 讲到这个望任四大为自身相 六成眼影为自心相 这个在上回我们已经谈过 所谓四大 就是大家认为 自己的身体 就认为是自己 那么不知道 这个完全是四大甲合 那我们已经谈过四大 是地水火轰 地呢 就是坚固的这个骨头 都是地 水呢 就是血液 佛呢 就是温度 能量 轰呢 就是初入席 那么这个四大就是地水火轰 其实这四大也可以分成几种 一种形态 一种形态 四种不同的形态 例如这个地啊 是固体 那么水呢 是液体 那么轰呢 是气体 那么火呢 是能量 是温度 火就是一种能量 一种能 那大部分的人都是认为 这个四大延起 组合的这个身体 那么就是自己 一般人都是这样子认为的 所以你看到啦 那个镜子一看 哦 这个就是你 那每个人都认为是这样子的 但是在佛法里面 他认为这个是元起元昧 也就是你组合的东西啊 都一直在变化的 而且它是有生命的 一个出现啊 一个出现以后 也一个接着就是一个幻灭 有出生 那么也就有死亡 这样子的 所以一般来讲起来啊 这个像 佛学的究竟里面就认为 自身像 不过是四大气组合 原则上说起来啊 这个自身像 这个四大 是一个暂时的一种幻象而已 在佛学里面啊 是不认为四大是自身像的 这是一个 是一种幻象的